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马英九,两任国家总统,两任首都市长,以及多年国民党主席资历 已经使他成为台湾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当然也是台湾演绎人物制的必然对象 基于直播的时机,马总统上居总统大位 台湾演绎一贯理性的直播比调,排除各方浮动的情绪 在力寻无畏军上的受访者,完成马英九进一甲子的前传 房查地点除了台湾之外,还扩及了中国、香港和美国 马英九祖籍湖南,台湾受孕,香港出生 因为父亲马赫宁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蒋介石青年军 所以成长历程也见证大时代的颠沛流离 当然追随父亲的脚步,也在党国教育的环境下成长 外人看它是一丝不苟,认为是标准的乖乖牌 但是在我们访查的过程当中,发现马英九也有青春少年时 也曾咽不离口,爱喝高粱酒 那么这一集台湾演绎,就为您介绍马英九前传 一九三四零年代,中国兵马孔总 从军是许多中国青年的选择 出生湖南湘潭的马赫宁同在这样的背景下 抗战期间,1941年10月,进入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政治大学法证系就读 期间也到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受训,成为国民党的政工干部 在重庆就读政大期间,马赫宁遇见了政大统计系的晴后修 进而相恋 1944年,两人结为连礼 长女马以南,四女马乃希,三女马宾如相继出世 1949年初,中国局势恶化 蒋介石宣布下野,也开始依防台湾的准备 当时担任国南省民政厅视察的马赫宁七妻女来台 落脚台北市永康街与华英街一带 1949年10月,马赫宁又返回重庆 打算加入宋西连的部队,到滇敏一带从事游击工作与共军活动 无奈活力回天 两个多月后,马赫宁从中国逃到香港 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成为逃出中国的偏安之所 当时上非党政军要员的马赫宁,营救人在湖南的母亲马向敦之后 也将妻女接到香港定居 当时秦厚修,腹中已经怀了六个月大的马英九 现在的香港九龙青山道,住宅商店林立 马家人当年就住在青山道120号,县址早已改建 马赫宁跟秦厚修,当年就在这开洗衣店谋生 1950年7月13日,马英九在香港九龙半岛的广华医院诞生 广华医院成立于1911年 最初以医治当地经济弱势的华人为主 在1950年代,已是香港的主流医院之一 马英九本人则从不回避自己出生在香港的事实 1997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时 还曾赶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 赶到医院申请自己的出生证明 很碰巧的,他们都还保留这些当年的记录 刚才我们还看到登记簿上面 有我父亲母亲的名字,有我的名字 我想这种感觉是非常有趣的 是在台湾先怀了我在香港出生的 流行企业界的话来讲 是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1951年10月 马英九一岁多 马赫林一家从香港再搬回台湾 这段香港居住的历程原因 1953年,马赫林进入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后 考核人李李就曾在他的生活考核记录表上 筑记此点捕植研究几个字 马家人抵台后 在台北市万华广州街落脚 最小的女儿马力军 1952年出生 马家人一家七口 在万华区移住十一年 你到了一个都是女生的家庭里面 他就比较有那种柔性 所以基本上马英九就是 他的个性就变成温柔婉约了 他就受点影响 可是他父亲却是一个非常阳刚之气的老爸 可以说是个严妇 我们甚至于常常讲说 每次我回到他家 他就跑来很大声地讲话 然后就给我们马英九 不好意思阻止他父亲 那马博博通常就说 你也不知道我们在抗战的时候 物质缺乏 我们都做人做事 我们在读书都很困难 然后一直讲 然后一直鼓励我们 其实我觉得他父亲的言耻辩解 然后这个就言之有误 我们其实是很受他的感受 身为家中唯一的独子 马克林对马英九的教育十分重视 尤其是国学基础 小学一年级 马英九就得背诵唐诗三百首千家诗 还得学习书法 马波波第一个 从小就要马英九练书法 所以马英九的字写得很漂亮 马英九从小就练书法 而且所有人去找他玩都知道 要等书法写完才能出去玩 但除了国学之外 马英九从小学 女师父小到大安初中 整体课业沉积终上 并未特别突出 唯有一丝不苟的个性 却是从小就显露出来 我们有个同学 那么五岁的时候不睡觉 然后被马英九看到 就要忌他 那午休时间一过呢 那个同学赶快跑去福利社 买了一支冰鲍 就跑去跟马英九商量 说哎我这个冰鲍 让你咬一口好不好 你不要起我 你把我吐掉 他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初中时的马英九 一度沉迷金庸等作家笔下的 侠异事件 他还曾自己动笔 构思一篇名为 逐渐淫勾的武侠小说 马英九本来这个 喜欢看武侠小说 他曾经也想要出去混一混 看武侠小说 就想到外面去混一混 他其实也认识了一些人 他给初中的时候 他又给自己取个名字 叫天桥小马大家知道 他本来很爱看 后来被马赫林知道之后 马赫林说 你不准给我看这个 他的这个武侠梦就结束了 收心的马英九 专心于课业 初三时成绩突飞猛进 模拟考试曾考出第一名 高中连招 已排名一百多名的成绩 如愿考进第一志愿建国中学 我们在读高山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基隆的一个 学生拿刀砍老师的这个新闻 我们教授都有贴报纸 我就在一群人后面跟他砍 那么他们就七嘴八舌 说什么学生砍老师 打击不到 时代就不像话了 越来越不像话了 年轻年 结果呢也有一两位 持相反的看法 马英九就其中之一 然后他就觉得说 他其中一定有特别的缘由 这老师的教学方法 肯定有问题等等 这是一种非常自由派的 这种一种判法 马英九在其中里面 那时候已经闪漏头角 他不是当班长 但是他在班长 就是一个内外兼修的 这么一个青年裁剧 他当时呢 我还叫他马飞 那时候是胖胖的 很可爱 高三十的马英九 体重层一度逼近九十大关 与后来瘦下来的 婴体模样相比 大相径庭 剑中学风自由 慰集台北市各初中的精英 满九与同学赵仪 神吕巡等 还组了读书会 互相切磋各领域的知识 我们每个周末 轮流到别人家里去 每个人家里去 那么先去运动 先运动 因为要报国必先强生 我们讨论由这个 做主人的同学呢 就讲他的秩序 比如说他 像马英九讲法治 所以他就 他的报告的提供就是 中华民国的这个司法制度 那然后到了审理去呢 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 外交制度 就是外交政策 对法治有着浓厚兴趣的 马英九 如愿考上第一志愿 台大法律系法学组 大学时的他 活耀于社团活动 除了参加过救国团的 国际事务研习营 也曾获选亚太地区 学生领袖访美计划代表 到美国参访七十天 大二那年 马英九还成为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 1970年代 台湾对外关系风雨飘摇 马英九也走在队伍前头 钓鱼台运动以后 我们认得马英九 那个时候我跟南方舟还有几个同学 南方舟叫王兴庆 租了一个公寓 一层公寓 在新隆路那边 在那里呢 这个马英九的家就在隔壁巷子 所以他常常没事 就跑到我们这边来聊天 然后就是抽烟喝酒 我跟钱永祥还有卢正邦 我们三个人 就曾经邀请他 一起到这个北投 当时叫做陈毅松的 律师的一个别墅 我们在那里 这个许文泉坦诚相见 然后开始彼此 那么就是提出自己的一些主张 那么攻击对方 那么大家 黄毅来黄毅去 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马英九后来 他告诉我们共同的朋友 王巧波 就说我们几个人骂他 说他是抱着这个 国民党僵尸的大腿 那这句话一直到现在 大家还传为笑话 常寿烟跟高粱 一度是马英九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他与当时台大哲学系助教 王巧波等人往来密切 除了谈论国家未来 还不时听到批评国民党的言论 让党国教育体制下成长的 马英九冲击不小 保调游行之后 台湾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也走到终点 1972年9月17日 台日关系断交前两个星期 日本派特使 前外向追名岳三郎来台 向台湾说明断交原因 马英九也跟台大同学 到松山机场向日本抗议 接连的外交冲击 激发了台大学生爱国情绪 也刺激学生关心国事 1972年 马英九大四 父亲马赫林 担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 为了疏解台大学生 要求国会全面改选的呼声 破天荒找来资深明代 进入台大校园跟学生座谈 其实在台大回想是非常好的 就是黑帐大学在讨论这些事情 但这件事情 你知道那时候国民党还比较老旧 不大人就 结果 结果后来 马英 马赫林因为这件事情离职 就叫白日维新 那 后来 马赫林在家里面就很失忆 就哀声叹气 就马英九就跟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 老爸 我佩服你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让我在校园里面 可以抬头挺胸 以我们对于马赫林先生的一个了解 他当时跟 担任台大训导长的张特普先生 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好的联系 也因此在我们要求 从事学生运动 而能够提出一些 比较偏重与政治性的主张的时候 他们的容忍 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很顺利的发展 所以在我们心目中 他们是比较偏向于所谓 国民党的自由派 这是马赫林与马英九 父子俩在台大校园的交会 大学拾起了马英九 除了课业 参加了学生爱国行动 也弹得一首好吉他 休闲时间 还常语政治系的胡定武 外交系的马建军 一起谈谈唱唱 2004年 周刊就曾以马英九 大学时期的红粉之己 来形容马建军 真的是误会了 马建军是我大学同学 都很熟但不是女朋友 陈青与马建军只是朋友关系 但大学时期的马英九 身边的确曾有过一个她 是另有其人 我们国际事务研修会有一个女孩子 她应该是正大的 反正有的时候跟她有一点过往 根据我们众友好的见证 那么她好像就这么一次 就是两个人曾经可能有一点单独去喝咖啡聊天 做长时间的聊天 或者是约会 那么大概有过一次 那后来就分开了 据我的了解 那个女生 后来对她其实还是有期待的 当然我不知道 可能因为出国当丢留学 自然的就没有在一起了 我暗恋的是我小学 对不起 我幼稚园大班的时候暗恋了 但是我六岁那年 发生的非常美的一段故事 被问到初恋 马英九总是只谈小学的初恋 大学这一段始终没有说出口 毕竟双方已各自有了家庭 求学时期那段情愫 已经随着岁月增长成为过眼云烟 马英九取得中山奖学金留学美国 不仅觅得真命天女周美青 两人在海外恋爱成家 原本所攻读的法律学位 也能够让她留在美国 当个职业律师 但不久在父亲马赫林的引戒 和劝说下 马英九选择反台 服务中央 成为人生第一个关键转列点 她在美国留学期间 正是台湾内外情势震荡的年代 内有反对的党外势力兴起 外有国际断交接种考验 这时候她在海外勤于彼庚 编写反共反台独的留学生杂志 波斯顿通讯 由于立场和主张台独的留学生大不同 曾被指控是职业学生 黑名单的提供者 不过对于这些指控 马英九一概否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972年 马英九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入营服役 担任海军陆战队少卫预冠 服役期间考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 取得留学经费的奥元 因此申请到纽约大学法学研究所之后 1974年2月 马英九飘洋过海到美国 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马英九也在这里 与未来的另一半周美清 共修爱情学分 周美清1952年出生 小马英九两岁 家中排行第三 父亲周兆贵 是跨洋航行的货轮船长 1949年中国政权抑制 周家从上海逃至香港居住 周美清跟马英九一样 也在香港本身 1953年周美清一家人才迁到台湾 周美清是马英九小妹同班同学 马英九到美国去求学 在机场居然会遇到周美清 结果到了美国一发觉 两个人居然都上了 是纽约大学的法律研究所 对不对 那两个就谈恋爱了 高中就读北英女的周美清 考上政大法律系 接着赴美深造 马英九跟周美清在异乡相遇 两人又都是纽约大学法学研究所同学 马英九跟周美清感情升温的很快 很顺利 1976年 马英九跟周美清双双拿到硕士学位后订婚 这一年9月 马英九进哈佛大学 攻读法学SJD学位 在美国练graduate school 这一条路就研究所通常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准备从事研究的工作做教职 另外一个就准备职业做律师或是做医生 所以做医生就练MD 做律师就练JD 就是juris doctor或是medical doctor 可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做研究 那你就练JSD或是SJD 为了支持马英九顺利完成学业 周美清没有继续升学 隔年两人选在马赫林晴后休8月20日结婚周年纪念的同一天 在美国完成终身大事 马英九曾经酒驾过我知道 喝酒完以后他开他那个老爷车送我回去 然后在他车上就聊起来了 聊起来以后呢 我说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也很关心他 他说他太太在打工 他家里当时举债40万给他念哈佛 甚至于他还要去做临时演员 做临时演员就叫他做一个角色 是丑化中国人的角色 就他不干了 两人婚后住在哈佛留学生已婚学生宿舍 为了省钱 不少家具减食废弃物组装 周美清也曾做过餐厅代位 还在哈佛法学院打工 赚取两人的生活费 在哈佛求学的生活虽然辛苦 两人却甘之如頤 但这段时期的台湾正面临 国内外情势巨变的时刻 1978年底 中华民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 宣布与台湾断交 转与中国建交 国内逐渐涌现反权威的 党外势力集结 不断挑战国民党政权 仍在美国的马英九 投注经历时间 编写留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 言论反共反台独 马英九还曾以王少林 业武台等笔名发表专闻 他在波士顿通讯 我在移报 我们负责的刊物以外 我们都是反共爱国联盟的理事 那个反共爱国联盟 其实是国民党的外围主持 那个时代 老实说台湾风雨飘摇 国民党派人出去 或者在海外办什么流行刊物 其实最主要的目标 还是对于左派 因为那个时候退出联合国 钓鱼台事件发生以后 77年都回归祖国 为了小米违反反共政策 跟台独的言论行动 执政的国民党 长期对海外异议人士 施行黑名单政策 进行入出境管制 不少海外学子 因而无法回到台湾 1977年 台湾因为地方公职选举 国民党被质疑作票 引发民众抗议 爆发中立事件 隔年1978年1月28日 陈崇信等海外留学生 在波士顿举行示威游行 声援台湾的民主 我当时是总指挥 那我们前一天 我们有人握抵 我们在握抵 你在他们的小组里面 他们在开会里面 马上打电话给我 说明天有人会去照相 要小心大家要握他 那真的我们后来去参加了 我就叫大家 一定要握那匹毛衣 果不其然 我们在负责 赤穗的同学 就跑过来跟我讲说 有人 那个蜘蛛就在那 他大概要去想那样 留了说这个相片被我们找到 照片中的马英九 侧身面对镜头微笑 陈崇信等当时参与游行的人士 始终相信马英九是来拍照搜证 让他们被列入黑名单 马英九在哈佛担任职业学生的指控 从他参与台北市长选举 到总统大选始终没有消灭 这个指控在四年前 不同的一批人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所谓证据都已经提出来过 那时候我已经非常严正地驳斥了 职业学生是怎么样 假如我拿钱给你交换情报或者报道 其实我们都不牵涉的生意 中山脚营的待遇比公费留学生少 所以说那么当然是 当然是台不上有这种对家的关系 真正监控大陆 其实我们都受到很多的污蔑 但是也无从去辩解 真正跟大陆上 我相信是我们的情治单位 因为情治单位它的工作 它的职务就是保障台湾的 就像大陆讲的维稳 因为主编波士顿通讯 马英九在哈佛念了五年 1981年3月才拿到哈佛法学SJD学位 它的论文题目是 怒海游增 东海海床化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内容以钓鱼台的 国际法问题为研究中心 马英九从哈佛拿到法学 SJD学位后 取得美国职业律师的出户资格 因此为立即返国 而是进入纽约科尔迪兹律师事务所 担任实习律师 直到1981年 当时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位子出圈 马英九的父亲马赫林 希望马英九返国进入总统府任职 因为英九他本来就是想 这个城市修学研究 就是某一站 要他回来 这个会不会让这个报乡 马英九的人生 它是两种岔路 他如果那个时候不要回台湾 担任蒋经国的秘书的话 他可能在美国就做一个律师 而且他那时候还申请了有绿卡 后来我们就发现 他有一个长期工作下来的可能性 据说其实他的妇人周美青在纽约 其实住得也蛮习惯 然后后来还生了这个马维中 他们可能就想说一边当律师教书 那个周美青在工作 就过一个海外的这个生活 那可是他的父亲对他的培养 是非常非常的精心的 他就找了跟马英九总统 有那个这个幕僚关系的 周一龙先生来这个推荐 其实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人 的竞争的情况之下 就说服了马英九 其实周美青那个时候要回来 其实是抛弃他在美国的很多的耕耘 那是经过一段挣扎的 那个时候的马英九也才三十一二岁 马英九带着太太周美青 还有一岁半的马维中 1981年9月回国担任总统府 第一局副局长 隔年元月再兼任总统英文秘书一职 由于马英九年轻专业 深得蒋经国喜爱 1984年才34岁 就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 兼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这在当年台北政坛是继宋楚离之后少见的艺术 可见蒋经国对马英九的重视已栽培 我有他很多他在总统府担任副局长的时候 或者秘书的时候 也给我写的便条或者信件 他那个马字信本4.161234 他不会是花一横 他是一个标点符号的 一点都不会错的一个人 马英九做事严谨细心 又具备法律专才 蒋经国晚年开放老兵返乡 开放民众赴中国探亲等重要两岸政策 马英九都参与了幕后规划 是当时蒋经国身边重要的年轻法政幕僚 总统接见的三位外宾除了葛兰姆女士之外 还有邮报总组 1987年10月7日 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 葛兰姆女士等一行人 在这宣布解除戒严的会面 马英九就坐在两人中间担任翻译 成为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之一 他那段时间比较常常喜欢问 明九又没有什么时间 他就说既然要解缘 就不能够不变 不能够换汤不换药 在经国先生去世以前 在幕后的重要幕僚是马英九 在目前处理媒体 处理社会各个阶层的 这种纠纷关系的是 处理政党关系的是李登辉 蒋经国的提拔 让马英九踏入政坛 平步青云 即使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去世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崛起 新旧势力激荡的过程中 马英九这位政坛心心 依旧不解光芒 马英九一踏入政坛 便身获蒋经国总统以重 32岁当上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到了李登辉主政时期 初期依旧顺遂 38岁出任严考会主委 43岁当上法务部长 马英九从政一路走来 没有拉帮结派 没有显著恶习 尤其在李总统主政的后期 曾不顾国民党颜面奋而辞官 回大学执教 而短暂退出政坛 反而累积自己更上层楼的能量 他偏偏的外形 加上营造有别于传统国民党 政治人物的清新风格 成为选战场上 克制陈水扁的唯一对手 果然接着马英九先后为国民党 光复首都 乃至2008年重掌中央执政权 但开始执政就得面对检验 从担任台北市长开始 就涌现针对他的性格 和执政能力的质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0年台湾进入变革的时代 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 终止动员勘乱时期 废除万年火代 以及修宪方式 都是朝野协商的焦点 1991年4月26日 台大学生会邀请当时担任立委的陈水扁 跟研考会主委马英九 进行修宪制宪大辩论 马英九代表国民党 一机关两阶段的修宪立场 陈水扁则是坚持民进党主张 制定民主大宪章 需于发布命令后十日内提交立法院追认 如立法院不同意时 该紧急命令立即施效 我请问你 是你民主大宪章比较民主 还是我们这个比较民主 先斩后座怎么会比较民主呢 先斩后座怎么会比较民主呢 你要是这样你要同意 至少尊重民意 这是最起码的 好院长要走以前 有没有住行立法院啊 住行立法院长住行立法院 没有了 首一杯就走了 这是民主吧 马英九跟陈水扁 两位超级政治明星首度对垒 言辞犀利激烈交锋 显示朝野对宪法翻修幅度奇异盛大 1992年李登辉指示 国民党内组成修宪规划小组 由施启阳担任召集人 副召集人则是马英九 由他们负责向台湾社会推销 国民党版的总统选举方式 才委任直选而非公民直选 李登辉都没有讲话 可是他在民间已经酝酿 跟民进党人士有一些协调 跟学者有一些协调 就是说最好是直接投票 突然就由苏志诚放话给媒体 说他赞成的是直接选举 所以就一页翻盘 因为他们已经部署好了 而且媒体上面也都大家都 轰然地决定直接民选 那思想走出来的时候 大家问他说你怎么办啊 民意怎么支持啊 他就说民意如流水 那那个啊 马英九是最尴尬的就走出来 就你们还相信我说的话吗 对总统选举方式状况外 显示马英九在李登辉主政时期 处于核心的外围 交接应性 1993年 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 他直接挑战金权结构 三年任期光细茶会 起诉了7530人 其中超过400人是民意代表 不少人是国民党籍 马英九速摊茶会 迅速累积民间声望 也让1996年首次民选总统选举 出马挑战李登辉的冰阳 看中他 曾祭出策马入理的策略 阿岗伯透过人找到我 说是不是可以游说马英九来做他的搭档 晚上十点多钟赶到这个马英九家庭 我们就讲我说你最多了不起 想下这个例 阿岗伯能够当上总统的方法 这个局面就可以环转过来 结果他怎么都不干 今天 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 正是迈进主权在民的新时代 1996年首次总统职选 李登辉连战的李连配 击败包括林阳岗在内三组对手 连战以副总统职务继续兼任行政院长 原本担任法务部长的马英九 却被调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冷冻 但1996年11月 发生桃园县长刘邦游写案 1997年又爆发口提议 社会不安 民怨自弃 白小燕是一张白纸 她只是一个小孩子 没想到这一年四月 还发生震撼台湾社会的白小燕命案 中方结束 全决官 全决官 5月4日 人民抗议日安败坏 走上街头 诉求总统认错 撤换内阁 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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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后 马英九闪电请辞 政务委员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尤其是作为一个内阁的阁员 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深刻的羞辱的感觉 这些家庭主妇 一般的社会大众走上街头 那么我们政府最需要的一种信赖感 好像已经急剧的在下降 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但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应该负起我自己的责任来 我既然决定离开政府的工作 我就不会再去追求另外一个政府的工作 辞官后的马英九 向政大申请专任教职业 他主持电视台节目小马哥现场 上山下海访问民情 还曾以学者身份 接受民事捐访 政扁明代学风 尤其是涉及到大家 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 如果说这种案子都没有办法 给民众一个交代的话 你怎么期待民众能够对司法 有信任感 那长期以来 马英九跟他太太周美琴 都不走夫人帮 那时候常常会有夫人们 关夫人们要去吃饭 然后办社团唱歌干嘛 那他们是非常异类的 他不结帮拉派 那整个来看 他们跟国民党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长期以来就树立了一个形象 那那个形象 包括他过去在法务部的时候 可以就累积出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政治能量 辞官的马英九 政治能量不减 反而越见茁壮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 就被视为唯一可以打败当时台北市长陈水扁的人选 其实国民党那个时候的士气非常低 那也曾经有找过非常多人要来选台北市长 可是大家都不敢因陈水扁之风 包括胡志强 包括还找了相关人等的 还包括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那时候台北市议会的议长陈建志 跟市议员那时候是市议员的秦慧珠 他们还去拜博宋楚瑜 甚至跪求宋楚瑜 因为认为 没有办法赢 找不到一个国民党的这个明星来打陈水扁的话 恐怕这个台北市会再度沦陷 我们要让马英九先生知道 他是我们全民的最爱这样子 他是台北市长的最佳人选 只是马英九曾在词官记者会上 斩钉截铁宣誓 绝不参选台北市长 一旦答应披战袍 未面临诚信问题 因此无论各界如何劝劲 马英九始终没有松口 直到邵玉民与两岸关系的理由 说动了马英九 那年五月我正好在大陆开会 碰到汪大涵先生 说我现在你们是不是国民党想放水 故意要再陪民进党是不是 让阿炳再连任 他连任后当然做两日事 下去选总统 讲这国民党放水给民进党 那我们俩就没完没了 我说我现在就去劝金 从事件办到了九块九点 我说爱的 英俊说我有事跟你谈 你对两个关系很关注 那么现在假如大陆有证个误会 我说你要考虑考虑 第二天的礼拜六 三年六 马赫零礼 来适当地 待着等级 从不选到参选的转折 马赫零礼只说是看不下去党内无人参选的窘境 但果然 郡帅的外表再加上当时轻轻的形象 成为超级戏票机 五十岁的马赫零礼 第一次接受选政洗礼 就打败强劲对手陈水扁 以七万八千多票的差距胜出 为国民党夺回首都市长宝座 演出少康中心 马赫零的政治行情水涨船高 市府内阁还延览了作家龙印台 担任文化局长 劳工局长则由社运人士郑春琪担任 那当时马赫零礼为什么找我 很清楚因为是民进党陈水扁前任执政 用了一些所谓的进步分子 然后用了很多进步的政策 这对于马赫零礼在执政压力非常非常大 可是马赫零礼这个人是这样 他是个保守主义者 他是个商商 甚至一定程度会反动 所以我当时跟他提出说 工艙的这个政策 性产业的政策 虽然是中央的这个权限 我们地方还有一定程度的进步空间 他说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是属于中央的 然后我们要跟这个社会 然后等我们以后再来 曾经是市府团队议员的郑春琪 点出马赫零礼执政性格 多所顾虑的一面 从市府与东兴大楼受灾户对付公堂 再到不愿承认 封愿决策错误 与抗SARS迅职的林仲威医师家属 打官司 依法行政也成为他避免碰触争议的理由 我们选举失败 两千年总统大选 联乡会落败 国民党失去执政权 部分国民党员不满党主席李登辉 群聚在国民党中央门口抗议 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到场盘主 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们大家希望看到党主席直选的话 一定要赶快进行这样的改革才行 各位要求李主席下台 我会支持各位的主张 我会去促成 好不好 马英九与抗议党员站在同一阵线 公开宣誓支持李登辉辞党主席 随后进入总统府官邸 表达党员的心声 这行为被质疑是逼宫 群众有要求 比如他们的诉求 某某人下台 某某人回来 然后马英九出来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 要提出选举无效之数 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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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支持者一起静坐抗议 但当时身兼联宋竞选总部 总干事的马英九却缺席 我个人一方面是台北市长 有关这次选举事务总指挥 另外一方面我也在党支方面 担任联宋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所以多重的身份是有利于 我来进行相关的协商 希望能够在今天之内 把这个活动结束 开票的那个晚上 市政府的立场 跟所有府选团队的立场 是不一样的 他要大家回家离开 那在一阵的这个宣扰当中 我知道的是 他最后是被市府团队的 相关官员 然后扶着 因为可能精神跟体力上的耗弱 还有跟那个意见上的不合 他们就退到了警察局 靠近中山堂旁边的警察局 也就形成了 后来我们看到对立的场面 他们就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 后来觉得马英九一路上以来 跟国民党之间 跟连之间 跟宋之间 跟所有人之间 那个隔阂 他为了他的权利 然后把所有人都把他 踢到旁边摆在旁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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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质疑声中 2005年 连战党主席任期将接 马英九却心声夺人 宣布参选 连战又不愿意跟他通俄选举 所以在选举当中 就发生了 王金平代理连战选举 当时支持王金平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在投票 前一天晚上 站在王金平的舞台上 那这个马英九阵营 简直不知道怎么办 超好 结果第二天 马英九赢了19万票 因为国民党的党员 全部都认为 马英九才是共作 即使2007年 马英九因为首长特别费 被依贪污罪起诉 国民党依旧为他修改 排黑条款 拿掉起诉 就不得提名规定 为马英九排除参选的障碍 曾为国民党拿回 台北市长宝座的马英九 2008年又再度成功 扮演忠心少主的角色 带国民党重回中央执政 马英九踏入社会之后 试图一路攀升 相对他人的际遇 亦可谓势如破竹 尤其当上台北市长 选上两任国家总统 他的经历很多面向 都和国家画上等号 基于当朝不休当朝时 这集台湾演绎 制作于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内 因此我们刻意留下 后段的描述空间 避免仓促定调 也期待马总统能继续为自己 写出符合当代台湾多数民众期待 也能向更古历史交代的事迹 与作为 我是胡婉玲 这季台湾演绎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면 您订阅